欢迎您回到老铁频道 今天星期一了 回到那个舒适的一个小公寓 在西隆坡 换去住公寓 然后这边两层楼上下 又可以煮饭 又可以偷情 不错 还有山看 有海看 改天再给你们看看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今天很多币又砸下来了 然后找一些机会 有些币好像拉了还不错 然后今天如果进场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牛 今天讲15个了 你们留言越来越多了 我看得很烦 每天醒来 ABC数到D 哇 头痛 但没办法了 工作还是得做的 好了 今天就讲15个 没有讲什么穿插什么废话了 第一个开始我讲牛 一大叫醒来 那个好像是Ken Ken留言就说 看牛 如果你Frozen 我不懂他讲什么鬼 可是挺好笑的 给你们看 如果你们还是冻结 请看牛 不懂什么意思 可能就是如果你还是迷失方向 你可以看看牛 牛昨天拉的很猛 他是拉的最猛的一个了 然后拉到阻力 就是6月6号的阻力 拉到这里动不了了 RSI 从超买出来了 报增量出来了 所以我不懂昨天 你们有没有看着他 但我觉得12块半以上的牛 都是可以考虑的 这整个区域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区 OK 所以我不懂你们能不能等得到 还是你们要直接跳12块进去 我觉得还可以 只是你们要计算你们的盈亏比 如果这一波他真的拉上去13块半 打你的止损的话 你会不会很痛 你会不会自杀 如果不会自杀 不痛不痒 那你可以考虑 那代表你的盈亏比 你的风控做得好 但如果他拉到13块 你要直接跳楼的 那你就不要懂了 对不对 我讲话很简单 OK 所以牛这一波测试一次 两次三次 三次无法突破 我觉得他应该会这样走 猜的 我每次都胡扯乱猜 可能这样开始跌 OK 所以我蛮看好 这个牛会跌的 我觉得现在拉盘 都是给我们上车的一个好机会 不是给壮家发财 是给我们上车赚钱的机会 OK 所以牛你们可以自己考虑 最谨慎的就是排 可能12块半以上 然后如果你急不了 你要直接跳的话 我也是祝你好运 OK 这个是牛 昨天我已经跟我的群里的朋友 我的学员们说了 很多形态完成 但这种小形态应该是跳不了多少的 应该不会弹太多的 然后我又给我猜中了 所以昨天我的空单继续的拿走 我的手拉拿 有真的爽 很快要二十十块 OK 我对他们看到这一根上来 全部说怎么多 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不要太兴奋 我昨天有话给他们 对条件 这个 我说回到无敌去世界 照样的 如果不突破的话 照样被砸下去 所以又给我猜中了 比特替 叮叮 我的剧本其实还不错 所以比特币我还是看好去到两万五 不要太急着抄底 两万五也不一定hold得住 OK 现在总体整个大环境很差 所以偏空会比较安全 会少准确万路 昨天我的视频我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抄底 不要记得我讲的至少有100次 对不对 你们数 你们回去数一下 OK 所以比特币我还是觉得继续抗空 任何反弹到主力是给你上车 给你赚钱的 不要一直抄底 抄底很辛苦 懂不懂 不要这么辛苦下去了 跟着老铁一样的方向 应该匆匆多了 OK 比特币 看到两万五 以太坊 这边很多很多方向去 我也是觉得我不敢去抄底 所以心态完成了 但总体整个大环境还是偏空的 然后这些小反弹最多走一个382 我也对这些没有兴趣 反而如果他们真的拉到一些那种趋势线阻力的 无敌趋势线这种 我才去空它 我感觉更爽 OK 好像以太坊这一波 我就看好这条趋势线 OK 我管他怎么去表演 直接砸下去 跟我屁事 可是他有拉上来的话 他有拉上来的话 就跟我有事了 那我就砸他 打地鼠 砰砰砰 打他 OK 所以如果也回到1600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看空机会 如果你要抄底的话 我还是祝你好 祝你发财 OK 但我觉得抄底的风险太高了 因为以太坊 我们再回去 回去看一下日线 就这个我讲过了 这个有一个日线的心态 我觉得会很快就要完成了 应该在几天内 我猜的 786的B点 这个是C下来 所以 不好意思 我讲错了 这个日线的蝴蝶是去 可能会看到以太坊半价 你们会不会吓到 我不懂 我是觉得有点可怕了 但只要没有亏钱 我可能也不会那种怕到睡不着 但我还是觉得很可能 你们在不久的未来又要腰斩了 还有15号 应该多两三天 又要升息了 所以你们多当不要太过的嗨 我觉得 好可怕 我都不敢看了 你们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level已经破了 这个level已经破了 除非是一个假突破 但这边我看起来像一个真突破 你看 它在这边纠结 这个日线支撑 来画画 这边纠结了一下 纠结了一下 小幅度的拉一下 直接又被砸下去了 所以是很惨的 这个不要乱抄底 真的 有回归一些确实现阻力 我们打地鼠 跟它打下去 安全多了 真的 听我的 你们扫军 你们赚钱了 你们又可以来学习老铁的课程 这种熊市是最好 去学习知识的好机会 OK 6月底会开课了 然后那些要学习和谐心态 最正宗 要学习老铁 全部的思路的 欢迎你们来我的课程 不懂 把你交到懂 筹备嘛 先学好你们的武功 等牛市2024年比特币减半 那个时候 你已经有学员部的功力了 那个时候你就快点爆发 爆发户 成为爆发户 懂不懂 现在就是练功力的一个时候的 OK 然后老铁 我这个功力就是牛市可以赚钱 我的熊市比牛市厉害 横盘也没有那么厉害 但也是可以赚钱 熊市我最厉害的熊市 希望永远熊市 熊到零为止 所以以太坊 我就是这样看了 任何反弹反抽 继续看空 现在你会有那种诱惑 回到昨天的底了 可不可以抄底 是可以了 但只是我觉得风险太高了 不值得 他任何反弹到一些无敌 趋势线或阻力 就要被砸下去了 很可怜的 那个熊太强了 熊太强了 我的手拿拿多少钱 我做了一个不对的事 你们骂我吧 我还没有止盈 一分都还没有止盈 早上醒来看到很多树子 哎呦 那个感觉绿绿的 真爽 比戴绿帽更爽 我还没有戴过绿帽 我也不懂戴绿帽爽不爽 什么都要拿 我告诉自己 他要怎么反弹就去反 只要不要打破我的这条 无敌趋势线的话 我继续hold着 所以我就坚持了 昨天他这一波 好像很多人会讲什么 双底要破了 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八字每一批 这跟区势线都破不了多个屁 所以我继续坚持我的空 然后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还没有止盈 可是赚钱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我把止损 调到我的进场价了 这个是无风险的一个单子了 最继续看到我们的 小薰尼有一个蓝师兄 以太坊3000多拿到现在 我要跟他一样 我要把首罗纳从40拿到20 半价这一单 这个什么酒钱 什么什么什么 约会的钱 什么约 没有 就是钱都搞定了 这个月的开销都搞定了 真开心 没什么看法 有返筹我们做空 然后我也不懂 这什么底了 底部应该很远 很远的 这个应该会失败的 等一下 底部看什么 我也不知道日线怎么看 今天视频会比较久 不敢看 我都不懂怎么去衡量 那个下一个目标 看一下螃蟹吗 7861618全部搞定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形态 有一个大螃蟹 我先去 玩这个 0.5 618 1618的螃蟹跟昨天的分析一样 回去21块1 所以他腰斩后21块左右 我全部出了 发财了 所以 有玩Solana的 恭喜你们 记得 有赚钱的 记得帮我点赞 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我每天的视频 可以第一时间 推送到你的 眼前 一叫醒来 就给我下醒 好不好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Matic 好久没有看了 这个垃圾了 这个 跌 跌 又不行了 又要被砸下去了 你看 来了无敌趋势线 来了一个假突破 就就要砸下去了 还是很弱的 我不懂怎么看了 真的 哎呦 看了就有一点 真的不懂怎么看了 看四小时了 对了 拆这边底部走一个螃蟹 跟那个Solana很像吗 XAB618 这个C下去 886好像打破了 所以下一个level 夸张的 都不敢看了 三毛一的Matic 我不懂 你们拿得住 你们拿吧 我没有玩Matic 你们好运 什么 这个也是ken ken介绍的MT 他玩的都是 我没有听过的很多 MT 然后是什么鬼 这个好像看起来不错 说ken好像蛮认真的 每天都是会帮我们 找一些不错的笔 对挺好的 只是他玩了很多 我都不敢玩 没有听过 他这个看起来 真的挺不错的 这个有点像NEO 就是扎上来之前的支撑 变阻力 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个 经典的一个形态 叫头肩顶 然后我不懂 下一步是不是下去 如果一定要我拆一个方向的话 我拆它下去 形态没有什么形态 只有一个 回归之前的支撑 便阻力走了一个头肩顶 我觉得可能下一步 可能就是这样吧 又回到这个蓝色区域 纠结 纠结一下 然后被送进ICU了 MT可以看看一下 ADA看好他下去 0.618D点 可能走一个螃蟹 ADA半价的话 不要下倒 三毛钱不要下倒 现在任何的反臭 我觉得都是会被砸下去的 OK 所以ADA不要乱抄底 有反臭到无敌之间 我们自己去打地鼠 把它打下去 ADA就这样看 没有什么好看的 什么 GMT 可怜了 垃圾全部割韭菜 割到你们不要不要的 可怜了 支撑全部打破了 那要怎么看 只能就躲在背里哭了 没东西好看了 这种割韭菜经典 你要我讲什么故事 你听了才会开心 你讲 你要我讲什么都行的 这个未来一定会发财的 等三年 好了 XABCD 这一波下来113蝙蝠了 我还是拆走一个螃蟹 回到18的话 不要吓到GMT 我不懂这个是做什么鬼的 也不懂谁是他的背后的投资家 但我懂 庄家在割韭菜而已 OK 可能走一个1618 MKR MKD 这个好像没有看了 这个很贵的 我记得 他的四位数 现在不懂多少钱了 MKD 看哪一个 看彼岸的 好可怜的 全部底部突破 现在可能会加速 我跟你讲 加速的下跌 看这个之前有一个直播 我说的 来上来是来接我们的2200 空它下去 现在又破底部了 好可怜的 我没有看法 阿肯 是阿肯的吗 好像 不懂了 形态好像全部失败了 现在是偏空好真的 不要一直偏多 OK 至少走一个螃蟹 1618在541 还可以半价 半价 他好 那个 还能去那个百货公司 那种大减价 不懂 25000的比特币能不能hold主 希望能吧 OK make it out 我就看这个level 1618 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就看886 886还看不懂 就看1618 教育就这么简单的 像ABC一样 你们觉得同不同意 同意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 分享 点赞留言 分享 好多 好多 好像去上学 功课永远做不完的感觉 但没事 这个什么鬼 这个好像是小毒物说被他插针了 然后还好是被他插针而已 十一弹也是的 这个经典的套 这个很夸 这个很 他们很过分的 这个庄家 这个肯定这个币 那个流动性是比较差的 可以随随便变成18拉到42 可是来到这个主力 12月份的主力又无法突破了 我还是觉得他给他表演一下 还是会跌的 不可能大盘涨 这个在大盘跌 这个再涨 给他拉一拉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应该是继续看跌是安全的 这个我没有看法 然后只能说不要玩这种 没有听过的 FLM是冯提莫的山寨版 要玩玩那个FTM流动性比较好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很可怜的被炸 整天被炸到很可怜的 父母都不认识了 很可怜的 好了我要说什么 这个踢塔 感觉底部这里好像突破下去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没有东西看了 底部突破应该继续下滑吧 然后会跌到哪里 看一下日线 可怕这种流星比真的没有底的 没有骨气跟我一样 每次只要求200个点赞 没有骨气的 要求300个一定失败的 没有看法了 你看这种下坡等他反错一次 两次又跌 现在下坡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没有看法 替打针 不是我每天都有故事讲的 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故事讲 这边 还是要努力讲故事 这个是主力测试一次两次跌了 再打下一步 我不懂他怎么走 没有东西看了 不好意思 浪费你们大家时间 BSW今天讲一些比较怪怪的 没有听过的 这个什么鸟来的 BSW 不懂了 这个什么好看的 就是跌 跌 然后你一定要我讲故事 我讲给你听 不是涨 就是跌 不是跌 就是横盘 好了 BSW 这个是0.5 这个是C下来 至少走一个螃蟹吧 等全部这些币走完螃蟹 我们应该可以抓一波尸体 所以还没有到达的时候 就不要急着去抄底 不要急着去投胎 只是帮着地狱很多的 我的好朋友 那种Black Label那种人了 所以不用你值得下去 BSW 我猜还可以去到 在地的更加个 就是两毛七左右 这里有一个螃蟹 OK 等了不要急 DCR 这什么鬼 DCR 全部一样的 你给我看这么多 ABC都没有什么好看的 SAB618C下来 又要走一个螃蟹了 全部都看螃蟹 回到20块 DCR 应该看到20块 一个不难的 不到20块 不要急着抄底 如果有反抽到一些阻力 我们看空 很简单 对不对 交易ABC 最后两个了 终于 等下MBA要开始了 昨天大了魔术巴士 就是为了来早上醒来 可以看MBA 你看多牛 你看4小时的蝙蝠 碰到你看 你89去空 你空一百万下去 你今天已经退休了 懂不懂 很多人说 孙哥的币不能玩 他什么 孙哥会和谐形态 什么鬼 和谐形态 是自裁的他 只是我没有抓到这一波 OK 孙哥的币 也不懂怎么玩了 反正现在 蝙蝠二探 开始跌了 可以画一条去世线 每次回到去世线主力 可以考虑空的 OK 我觉得是不错的 看跌 不可能独立行情的 偶尔给你独立行情可以 但没有新闻的时候 很难独立行情 最后一个看猴子 猴子 看哪一个 看这个 猴子 最近他们说NFT炒到很火 真的假的 然后 这个NFT的币 为什么炒不起来 这个没有好看的 准备跌到18升地域 找Black Label 没有东西说了 我就说到这了 然后我们明天再聊 希望你们每天 都支持老铁的视频 你们的每一个点赞 每一个留言 都会让我很感动流泪 然后会让很多韭菜 看到我的视频 然后很多韭菜 看到我的视频 他们就会交易的越来越好 然后就拯救世界世界 没有穷人了 你看你们是不是很伟大 所以你们每个点赞 都很重要 记得帮我等下留言分享 我们明天再说 拜拜